全中国会这老手艺的人啊,掰着手指头算,也就剩下这几十个了,您慢慢看,我一步一步的说 这第一步啊,称重,把银粒融化,冷却后再压成细丝 第二步,把这银丝压成薄片,量好了尺寸,围成边框 在这边框里边啊,填好这细腻自密的拱底纹 然后做架构,把几根银丝做成弹簧 把这一根弹簧挨着另一根拧,这一张银网就编成了 接着啊,用压片机,把这银网压平,撒上焊药,进行焊接 再把这银网啊,放入手工做的西模里头 压好之后呢,把多余的边剪掉,扣在刚才的底托上 用这银薄片做成石碗,用两根银丝再搓成麻花 再用两根麻花搓成一个大麻花,给这石碗做装饰 在银板上啊,做好精美的葫芦图案,粘在上边 这在过去叫上面糊,然后啊,就是安装着扣头了 用银丝搓轴,把扣头穿上去 最后啊,点蓝,烧蓝 再嵌上我这七八十年代独具韵味的老漆片 一个精美的雕七花丝雕阵就做好了 真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,看懂这中国传统首饰